萧峰坠牙 短于虚竹 为何不到牙底寻找 年少不懂 读懂已是白发人 萧峰这个角色让人记忆犹新 他的气吞山河 他的心系天下都越燃至上 然而萧峰还是一个命运多串之人 他历经千辛万徒 为丐帮立下汉马功劳 这才容登丐帮帮主之位 天有不测风云 萧峰做梦也没有想到 自己为兄弟两肋插刀 可竟有人在背后捅自己一刀 在马夫人的举报之下 萧峰期待人的身份随之曝光 裙盖之中 除了一些有情有义之人 站在萧峰这一边 其他人都是倒戈相向 让萧峰陷入了四面楚歌的窘境 随后萧峰忍无可忍之下 在巨贤庄和群雄大打出手 这里至少有几十人命丧萧峰之手 萧峰此举也违背了他此生此事 绝不杀一个汉人的誓言 更让萧峰心如刀割的事 他还在污秽之下 亲手将阿珠打死 随着阿珠的相笑欲语 萧峰和他塞外木马放羊的约定 也化为抛影 或许为了创新 或许萧峰在打死阿珠的时候 就已有了自尽之念 锦庸顺着剧情的发展 将萧峰塑造成一个悲剧英雄 原文学道 萧峰大声道 陛下 萧峰是其丹人 曾与陛下一解金兰 今日威迫陛下 成为弃丹的大罪人 既不忠又不义 此后有何面目立于天地之间 举起右手中的两截断剑 内功运触又必回戳 哭的一声 插入了自己心口 让群雄更为震惊地还在后面 阿子突然跑过来抱起萧峰 纵身跳入了悬崖之中 萧峰一死 拳术的看点自然转到了段宇 驱逐二人的身上 不过段宇 驱逐二人却做了一个耐人寻费的举动 段宇驱逐原本都是江湖里 莫无闻的菜鸟 却在误打误撞之下 接连邂逅其遇 原来段宇依仗北明神功 巧取豪夺 吸了无数高手的内力 最后连揪魔智的毕生内力都纳为己用 此外 段宇还有六脉神剑和凌波微步两大神功 可谓是攻防兼备 在天龙末尾 仅用对段宇的武功修为有如此评价 段宇在得到揪魔智的毕生修为后 内力之强 一是阵骨朔金 他那凌波微步施展开来 辽军将士如何阻拦得住 至于虚逐他更是复原身后 先后得了乌鸦子 天山同老 以秋水的内力 还练成了天山六阳掌 天山折眉手等神功 上了飘渺风之后 虚逐还钻入石窟 参悟石壁上的神秘武学 他只是照着图案上的招式 练了一会儿就感觉身子轻飘飘的 好像要连续欲起了一般 可见 段宇虚逐二人在天龙末尾 已经机身一流高手之列 武功境界都到了 无往而不利的的至高境界 然而他们兄弟二人 在亲眼目睹了消风坠崖之后 却没有到牙底追寻消风的尸首 在三连版天龙八部的末尾 金庸学道 消风坠崖之后 虚逐 段宇等跪下 向谷口拜了几拜 搬山越岭而去 看到这里就不难发现段宇 虚逐的怪异之处了 段宇虚逐二人的武功之高 已经几近列入仙班一族 可他们二人为何不攀到牙底 群德消风再确认其有无身亡 毕竟段宇 虚逐都有坠入悬崖的经历 却都是大难不死 本而得了其余 突突天龙八部的时候 看不懂其中深意 直到头生白发 方董金庸的年外之一 邵氏山逸中 消风千夫所指 众叛清理 唯有段宇 虚逐站到了消风一边 愿意与他一同抗敌 但此后的剧情峰回路转 消风和段宇 虚逐三人的关系 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首先 虚逐和玄辞大师 叶二娘相认 可随后玄辞大师 叶二娘都被消远山逼死 眼见亲生父母 被消风之父害死 虚逐其会善罢甘休 再看段宇 他若知道了 自己的妹妹阿珠 命丧消风之首 又知道了消风 当时铁了心 要杀段正纯会有何感想 当然 年少的我们自然看不清 也弱不清这一层关系 直到我们有了人生的历练 才能参悟其中的玄机 有了这一层借地 断语 虚逐哪会冒着生命危险 摊到崖底 去舍命救一个九死一生的消风 不得不佩服金庸的武侠著作 即便完结了多年 但在不同的年龄段翻阅 会有不一样的人生领悟